6月17日,中国女排迎来世界女排联赛目前排名第二位的波兰女排 在此前取得六连胜加级的情况下,双方经过三局较量 中国女排0-3不敌波兰,遭遇本赛季失联赛首败,同时也丢掉了榜首的位置 在积分榜的排名被波兰队反超,本场比赛 是本届世界女排联赛目前表现最好两支球队的直接对话 目前中国女排和波兰队均保持六连胜 中国女排以更多胜局排名榜首,波兰女排排名第二 中国女排首发名单为主攻李莹莹、王云露、复工袁新月、王媛媛 接应龚翔宇、二船凋零宇和自由人王孟杰 这一首发阵容中,除了龚翔宇此前因崴角没有在第六轮首发登场 其他球员均未更换,可以看出主教练蔡斌对这套铁打阵容的信任 另一方面这套成熟的首发阵容,在历经六轮比赛洗礼后 面对进攻火力足、攻防速度快的波兰女排 有些提速乏力,在此前面对荷兰和保加利亚的比赛中 这套阵容已经在单局的比赛中,出现过类似难以提速的问题 主教练通过两点换三点,更换不同位置球员的方式渡过难关 李盈盈在连续六场获得队内得分王之后,本场比赛的状态比较低迷 扣球成功率和进攻效率与前击场相比都有明显下滑 蔡斌指导的临场换人调整,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 尤其是对于徐晓婷和刁林宇的使用,受到了一定的质疑 本场比赛中国女排全员不在状态,攻守下球率低,两名复攻的破坏性拦网居多 一传也受到了对手的冲击,本场之前中国女排以六连胜的不败战绩 高居积分榜首位,蔡斌指导率队先后战胜了巴西、德国、荷兰、日本、加拿大和保加利亚 李盈盈连续六场都是全队得分最多的队员 波兰的比赛已经进行了七场,在开局取得六连胜之后 波兰女排上一轮0比3,输给了五连败的荷兰队 爆出一个不小的冷门,六胜一负的波兰女排 在积分榜排名第二位,双方的这场较量,是名副其实的榜首大战 中国女排目前世界排名第三,而波兰女排的世界排名是第八位 两支球队上一次交手,是在上赛季的世界女排联赛 当时中国女排3比0获胜,而历史交战记录方面 此前双方在FIV比赛时中有过17次碰面 中国女排赢下了其中的13场,输了4场 本场比赛蔡斌指导在主攻位置上排出了李盈盈与王源璐的组合 两名副攻分别是袁新月和王源源 接应龚翔羽,二传凋零羽,自由人王孟杰 第一局,波兰队打手出界 王源源快攻下球为中国女排拿到第一分 私底下客切斜线得手 李盈盈后三命中,双方比分交替上升 在一路站至9比9平之后 波兰女排逐渐取得比分上的领先优势 随着王源源拦网触网犯规 中国女排13点17分落后4分 蔡斌指导暂停调整 不过中国女排并没有扭转局势 波兰女排扩大分差 共享宇发球ACE之后出现失误 郑益新替补登场也完成得分 不过,波兰女排并没有给中国女排继续追分的机会 首局中国女排20点25分告负 大比分0比1落后 首局王源源三扣三中一览一发拿到5分 李盈盈八扣一中二失误 只有一分进账 状态比较低迷 第二局,杨涵玉替补登场 迎来今年试联赛的首秀 中国女排的一传出现波动 波兰女排开局建立5比1的领先优势 波兰女排在8比3之后 中国女排打出一波6比1的得分潮 将比分追至9比9平 波兰女排15点12分重新建立优势 局末阶段中国女排连续追分 20点20分 战至22平之后 波兰女排连拿2分获得局点 中国女排挽回一个局点之后丢分 波兰25比23在下一场 大比分中国女排0比2落后 两局战罢 李盈莹23扣6中4失误拿到6分 龚翔宇14扣6中一发也有7分进账 王云露6分 王元院和袁新月分别5分 第三局 杨涵玉王口快球得分 波兰队反击得手 王云露4号为扣球命中 双方战至6比6平之后 中国女排连续拿分建立10比7的领先优势 不过波兰女排连拿4分完成反超 之后场上局势陷入胶着状态 分差一直没有拉开 直到战至16平之后 波兰女排取得20点17分的领先优势 中国女排追分无果 22点25分 中国女排输掉第三局 从而以大比分0比3不敌波兰 遭遇试联赛首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